那么我们要知道 第一个 这是最重要的 是成就一切智慧 成就一切智慧 必须得断烦恼 烦恼不断的 智慧不能兴起 断烦恼 重要啊 凡汉恼从哪里断起 破身间 从这开始 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 确确实实知道 身不生活 身生活所有的吗 不是 我都没有拿来的我所有 有我所有啊 说明你还有个我在啊 你不知道身不是我了 你还知道 除了身之外还有个我 那叫什么 我执 我执是什么呢 我执是莫纳什的 我执 那这个东西在 我执 迷的时候 我们世间人叫他做灵魂 觉悟的时候 我们称他为灵性 这个东西是真有 但是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执着他就是灵魂 不执着呢 不执着他就是灵性 他就是自信 他就是发心 所以根本就不能执着 不单执着 你分别都不要有 你才得大自在啊 所以修行 主要一定要晓得 真意修行的人 不能离开环境 离开环境 躲到个深山里面 去修行去了 能不能成就 不过难 为什么 那环境很好 很清净 都市里头走两趟 又迷了 那哪是真意修行的 真意修行 天人在红尘里头 在七情无欲里头 真正练到什么功夫呢 练到心底清净 也成不然 这个高明呢 离开了不是办法 极相立相 那是诸佛菩萨 利益切相 说不着想 这个靠不住 那当你一接触 又迷了 而磨练自己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人事环境 我们在华音经上看到 善财同质 开悟了 就是 离上啊 一切明白了 跟着文殊菩萨 去修学 道理都通了 世上没有经过磨练呢 真不住相吗 这根本只得到了 文殊菩萨 就叫他去参学 参学是什么 去磨练 就是到人世间磨练 五十三位善知识 代表的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你都要去接触 看看你还动不动心 还起不起念头 在一切静缘当中 里面有善缘 有卧缘 有顺境 有逆境 统统经历苦 在这个里头 练到也沉不染 正功夫啊 那叫真意修行 那这种修行 才是大臣教里面说的 入波尔法门 平等心献献 先修清净心 不染无 再修平等心 一切法平等 无二无别 这个时候 你睁开眼睛看 全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面前 一切人 都是阿弥陀佛 一切万无 是阿弥陀佛 一切工作 是佛事 入福 境界了 这叫成佛了 阿弥陀佛 你在一切人事 屋里头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那就是反复